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内部最蓝的一个现实 对 真的因为 他在二十几万人 对对对 人口数很少 那可是能够种的农产品 其实呢也有限 因为他的气候条件非常的特别 他夏天的时候 这个时间点常常会有分风 动不动就38 39度 甚至于40度的高温 所以他的农产品的选择 尤其经济作物的选择是有限的 当初的凤梨世家 他们这个开发出来了之后 然后销往中国大陆 这中间本来就已经经过了很多努力 这一次呢 那么其实从今年三月的时候 国民党当时率团 然后那时候台东县的 也派了代表参加那个团 然后跟中国大陆 就谈到了就是凤梨世家 消亡中国大陆这件事情 是世家 一般的世家跟凤梨世家都可以 其实那时候我得到的讯息 就是已经差不多了 然后我就看到说 台东县政府其实他们 我觉得真的很认真 从前年开始 因为中国大陆说是因为戒壳虫的关系 那台东认为 就一定是戒壳虫的关系 所以他就真心的 从台东大学 当地的那个大学 然后请他们做整体性的研究 那包括了到果园里头 怎么种植 然后在养护上面要做哪些事情 然后到了柴果的时候 以后要注意哪些事情 然后一直到这个包装厂 他们必须要更进一步的 做哪一些事情 然后到最后的出货之前 要做什么样的检验 一系列的哦 所以他不是很单纯的说 我在最后做个薰针就好了 对 没有他真的做得很认真 那等到那一套系统完成了的 研究报告之后呢 他们就开始找了三个包装厂 然后接着去辅导农员 因为他是要从一开始的时候 种植养护的时候 就要开始做全面性的整改 然后一直到最后的包装厂 所以那个是一系列 做了很多的努力 好 花了大概是六百多天的努力吧 那终于 那现在呢 中国大陆在 你刚刚提到了 就是宋涛建国民党团的代表团的时候 夏立言 夏立言宣布了这件事情 然后跟这个布林肯 跟这个习近平的见面是同一天 其实他确实是有 有他的这个用意在的 因为我本来就已经知道 这件事情快要成了 所以我也没有想到宣布完了之后 他的效应是如此大 我确实轻忽了 我现在看起来 民进党还是真的会选举 他们当初就不想 就本来想要阻止 台东县长姚信里去中国大陆的 好 真的宣布 宣布完了之后 我今天看到的现象是 立刻其他县市的农作物的农民们 就开始纷纷的喊话了 凤梨啦 文旦啦 屏东的柠檬啦 那有趣的地方在这边 因为民进党政府想要把它抹成说 你看他们很坏哦 只有政治上面有关系的这一些供货员 供货厂商 还有这一些果园 才可以消亡中国大陆 他们呢 就其他跟政治无关的就通通都不让他们去 所以是很糟糕的都是政治在选择 但是我看到农民的反应很有趣 农民哦 根本就不管农委会或者是陆委会他们怎么说 他们就说 哦原来只要能够把那一个一套系统做好 然后经过了检验 然后经过了大陆的这个茶厂认定之后就可以 那我们愿意 我们也愿意配合我们也愿意这么做 他们完全做的是科学上面的配合 根本就不在乎农委会或者是陆委会戴的那个红帽子 我想说他的就农民的反应是如此的时候 我就是要说民进党政府难怪会怕 因为农民眼睛比我们想象中雪亮 好因为因为最我们刚刚讲说 习近平和布林肯 会见不过布林肯 跟仲涛和夏天见面是同一天 这两件事事情对民进党都没有办法就去处理 对他来讲他知道这都有伤 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处理 所以就就会有昨天行政院突然间丢出来一个大消息 就是所有高中职的这些的学费的全免 虽然前两个礼拜教育部才跟所有的高中校长说不可能 但是两个礼拜之后呢就就决定了 你认为他在干什么 他在冲洗 他在他在在他在洗党风洗门风 因为布林肯 你知道布林肯的见见习近平这件事情 布林肯的这次中美关系 民进党到现在为止 不管是发言系统不管是晚上的政论节目 没有人敢去谈这件事 就是不知道怎么怎么谈 因此官方的没有态度就知道他被卡住了 所以呢民进党这场的选举就会 你不要以为只有这这次呢用用用大撒币的方式 他接下去的唯一的选举的招数大概就是大撒币了 因为两岸关系他没没办法操作 中美关系对他非常的不利 外部的环境对民进党越来越不利 可是这一次的凤梨释迦 当然他凸显了就是说农民啊并不想要自由凤梨 并不想要民民民主你萌萌 我要独独独裁凤梨 我要独裁的你萌萌 科学啦 对了我那我开玩笑讲 我我我是说呢我说当当民进党每次只要一个农产品被被禁了之后呢就开始包装上了政治的帽 帽子他都是任何的农业问题他都包装政治的帽子先跟你说呢我要到WTO去告关 你去啊你根本就是呢 这根本就是呢自讨没没去 你有什么道理 第二个呢就是你对每件事情一开始淡化处理说那个比例并不高 那台湾的农农民呢我们呢都可以呢自己消消化的我们随时都有应对的机制而且呢每个月就要出来宣传一下说我告诉你我们现在销日本销的有有多好我们什么东西卖哪里有多好你你销啊对啊我不是说不好我我是两倍三倍其结果还不到原本的百分之十是那个是没有意义的当然如果说台湾的农民的农产品可以销到更多的国家卖的更好我们乐观其其成但是如果你把可以卖到日本多一点点卖到 那东南亚多一点点好像呢就交代了失去大陆这个这么大一个市场那根本呢就是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好那今天的农民等于是呢就是很直接的表态就告诉你说我们愿意呢按照这样子一个借口中最主要是借借口从台东是因为把他的借口从的从软的减出率已经压到不到百分之一了OK所以就就就就就同意了所以里面固然也有些政治表达我坦白讲就是宋涛或者大陆方面这个时候对方 凤梨世家的解禁速度这么快他当然有政治表达可是背后的就说呢那个农农产品贸易的逻辑还是在的好那所以民进党谈的是政治 但是果农的谈的是呢农产品的出口的这样一个规范那他也不跟你去去去去顶政治的问题 所以果农们的就是我们愿意的像像是台东这样做那如果果农都能够像台东这样做而大陆方面也开放了之后你民进党要怎么讲 我说这两件事情都会把民进党给卡死你光用大撒币去洗门风洗不干净的